走進醫院裡循循秘密 再後趕到後真町 要親自確認好朋友的下落 很不幸的平和的朋友 也葬送在山崩災難中 強震後 九成的死亡人數 都集中在後真町的山崩小鎮 札幌 山小牧師 武川町 新日高町 各有一人喪命 北海道當地政府說 強震造成至少70棟建築毀損 截至週日傍晚為止 約有2600人住在收容中心 仲災區後真町政府辦公大樓 成了臨時的收容中心 後真町八個收容點容納1000人 災後供水還沒有完全恢復 得仰賴水車 有志工提供餐點 未遇也算齊全 後真町的城鎮 電力還是中斷 不過北海道大部分的電力都恢復 只是供電不穩定 因為北海道電力公司關閉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維修 重新啟動還要至少一個星期的時間 超市 便利商店 遊樂園等都配合政府關燈要求 目前節電量是9.9% 日本政府呼籲家庭和公司航號隨手關燈拔插頭 到了週一上班日 從早上8點半到晚上8點半之間 要達到節約20%的用電量目標 盡可能不要祭出限電措施 公共運輸都逐漸恢復正常 部分的室內快捷 週日清晨也開始運轉 等到貨運列車服務恢復之後 物資補給就會有改善 大約新聞 許書妹編譯